談到藻礁的議題 在昨天潘中正老師 他是已經跟這個農會 來進行的會面 董事避免會議兩個小時 但是並沒有什麼共識 出來之後 潘老師他否認被摸頭 但是他希望能夠見到蔡總統 他說這場的閉門會議 那麼是不是有西式環團的正當性 陳雄出來是說 他們的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沒有達成共識 倒是讓人非常驚訝的是 有一個人意外的現身 這個人就是林非凡 所以外界就指以說 是不是有一點黨政不分 來看到蔡總統是怎麼回應 他昨天似乎也沒什麼回應 倒是他見了鄭文燦的時候 鄭文燦還特別在臉書上 還寫說了 總統見證她的體重 所以只關心鄭文燦嗎 只關心蔡毅宇的體重嗎 結果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了嗎 但是藻礁議題 現在是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 昨天的環團跟農委會 主委陳吉仲見面之後 沒有達成公式 不過開發方的經濟部 似乎又硬起來 更多內容交給李培玄 立刻帶領關心立法院的 最新焦點 大家都知道 藻礁議題進入到了深水區 在昨天我們看到環團 跟陳吉仲見面之後 現在目前初步看起來 是沒有共識的 但是不管是在陳吉仲 第一個有沒有使用 專責專業單位來溝通 這都不要講 或者是林非凡這件事情 居然是以當領政 以什麼樣的身分 去跟環團溝通呢 我們都先別提這個 我們先講講 身為開發方的經濟部 今天態度卻又再度硬起來了 又把藻礁議題卡說 如果今天要互藻礁的話 你可能又要面臨的是 電力調度出問題 剛才你聽聽看 關塘天然氣接收站 為的是讓我們的整個發電的結構 能夠提升天然氣 減少燃煤 能夠讓空氣品質變好 它是一個為了環保目的而存在 為了減碳而存在的一個基礎建設 我想說這個問題 經濟部在當時規劃的時候 已經把我們的接收站 不去破壞朝鮮帶的狀況 在既有結構物上面做新設 那大家如果對工業港的部分 有一些懷疑 或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那我們也願意來釐清 那如果沒有三接天然氣接收 在台灣會缺電嗎 我一再說明 電的部分 部長已經在委員會裡面有報告過 他會增加我們調度的風險 但更實質的意義 是我們137億由天然氣 預計由天然氣來發的電 屆時一定要找其他的燃料來替換 那最有可能的就是燃煤 那我們估計起來 137億度的天然氣發電 如果由燃煤來發的話 大概要用500萬噸的燃煤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野黨這邊也質疑 藻礁議題確實就是我們的蔡政府 現在第一個解不了 再來也是最害怕的議題 尤其要面對的是828 他們公投會出現 現在看起來眾多的民意 在連署方面已經呈現出來 他們希望可以是保護藻礁的 但是您剛剛可以聽到 相較於昨天 其實環團跟陳吉仲 就是農委會主委之間有進行溝通 但第一個陳吉仲 他既不是專業專門的單位 而他又能夠拿出什麼樣的籌碼 來跟環團談呢 那想當然而在昨天是沒有共識的 不過除此之外 還有林飛凡這樣的角色 又是宜當領政嗎 為什麼會出現在 跟環團溝通的場合 或許他只是要吸取一些意見 回報到民進黨中央 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您會發現到 開發方的經濟部 他今天居然又再度強調說 如果今天藻礁議題未解的話 對電力調度雖然沒有講到缺電 但他說會有絕對的困難的 你可以看到呢 是不是藻礁現在還是要以 第一個以這個苦肉計的方法 跟環團溝通以外呢 另外經濟部這邊還是相當的強硬 最終還是要把早舊議題 拉高為政治對決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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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